8月4日消息,055大驱守舰,在港口部外发出一阵轰鸣声,随后舰体不断的冒出热气,而周围也出现了多艘神秘的小船,这让许多网友都感到很担心。 难道055大驱守舰出了什么问题,舰体周围的小船是维修艇吗? 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这么担心,因为这并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回想下今年5月国产航母海市前的一系列状况,也是劲道的不断的冒出白烟和热气。 当时就有专家表示,这是海市的前兆,测试动力系统,所以,这次055大驱所进行的也是动力测试,舰体冒出热气说明了055首舰的动力系统已经点火。 加上其西装的脚手架已经全部拆除,我们不难看出,055首舰的海市工作即将到来了。 另一方面,舰体周围出现的小艇并非维修艇,而是拖船。 专家解释,动力系统点火测试结束之后,055大驱的下一项测试就是船体倾斜测试。 我们需要使用拖船,将055大驱脱离部位,然后令其倾斜以测试机位定性。 当然,这一项测试在古产哈姆海市之前也出现过,055大驱手舰从下水到动力测试足足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 许多网友产生疑问,这个进度会不会有点慢了? 其实055大驱的西装并不算满,毕竟这是首件,许多设备都是第一次上件,在西装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055大驱的首件的西装不仅仅是一个建造的过程,更是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只有将055大驱手舰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好了,我们今后才能更加快速的西装055大驱的后续战舰。 055大驱是我国最先进的大型驱逐舰,比起我国现役的052地驱逐舰来说,它的战斗力提升了数倍,整个舰体不仅大了许多,而且垂霸单元格扩大了一倍,这大大加强了我国海军的战斗力。 所以很多人说,当055大驱服役的时候,中国的海军实力将会产生之的飞跃。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性小学生的发行与点栏性小学生的发行与点栏故族, 喜欢本视频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性小学生的最后练乱点栏性小学生的小学生的小学生的小学生。 谢谢观看